《政治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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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到》 《政治立場》 《打正招牌》 是一個外國團體的人 或者是一個外國人士 那有什麼問題呢? 為什麼外國反而不可以加入教育呢? 為什麼外國反而不可以加入 特區政府呢? 在中國的香港特區裡面 秉承著外國 《政治立場》 進入教育局或者特區政府呢? 單只是 沒有任何問題 而是應有的道理來的 因為始終屬於中國的香港特區 要不愛國 要公開宣稱自己不愛國 才是有資格加入 教育局和特區政府呢? 這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國民教育變成一種偏頗的 或者歌頌 歌頌 歌頌外擺自己的國家 但是本身也是一個 國民一種很樸素的 發負真誠的情感 譚上華就是一個 不可取的教育理念 我覺得歌頌是沒有問題的 他說會有什麼偏頗 我反而覺得 他將外國人士看成是不適合加入政府 這個偏頗比任何偏頗都來得偏頗 羅志光雖然他有某一個黨的身份 但是這個不妨礙大家 是對他有一個高的評價 崔若年可能給我們的問題就是 他那個專業方面的形象其實是沒有強 反對派出身的人加入 他們就無可口非 愛國人士加入 他就會猛烈地去批評 愛國的立場 這個官只是想像標準 他真的有幾項全能的教育學博士 愛國團體的人士 同時又在 由Band 1到Band 5到夜校的老師都做過 也都同時做過校長 也都在教育局裡有 十幾年中層管理人員的經驗 在業界裏面 好像他一樣 同時被忍讓 我就找不到第二個 你反不緊要 有個相關的評價 原來又沒有 其實變相和拉布是一樣 純粹是反對的